6月30号,超美两国领导人在韩朝非军事区会面,两人先在分界线进行了历史性握手,又分别跨线,最后来到韩方一侧的自由之家举行单独会谈。 特朗普为何突然邀请金正恩进行板门店会晤?下一次新特会可否提上日程?朝鲜半岛局势将有何变化? 带着诸多问题,中新网记者采访了中央党校教授张连归,朝鲜问题专家,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王生,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杨西宇。 2月的河内会谈结束后,这是朝美领导人的首次会晤,特朗普为何在此时突然发力? 特朗普此次与金正恩在板门店会晤,主动寻求朝美关系缓和的目的是什么? 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那么它采取这个积极意义的举动呢,有这个近期和远期两个目的。 那么从近期的目的呢,就是要打破河内峰会以来朝美对话的僵局。 那么还有一个远期的目的呢,显然就是想通过朝美案来解决这个无核化的问题。 会谈结束后,特朗普表示,朝美双方同意重启无核化谈判,双方代表将在两至三周内开始会晤。 他同时提到了希望解除对朝制裁,并称在谈判时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事。 这引发了外界对下一次金特会的期待。 金正恩会接受邀请远赴美国吗? 可能性非常大,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说朝鲜和美国在实质性的问题,也就是在契合这方面,是不是取得重大的进展。 如果要是,比方说朝鲜没有这个就契合这问题上采取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那种举动的话,那个美国不会邀请金正恩去联合国。 据悉,此次会面创下了很多历史性时刻和记录。 首先,朝美领导人第一次在板门店会面,也是朝美韩三国领导人首次同时见面。 会面现场,金正恩指出,特朗普跨过边界,意味愿了结历史旧长,并称,此次会面对日后对话将起到积极作用。 那么,此次会面对朝鲜半岛局势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我想呢,就是说现在从这个平常冬奥会之后呢,我觉得朝鲜半岛局势就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和平谈判的这样一个新时期。 那这个新时期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就是半岛局势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过去那种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风险。 因为最近从这个美国大选情况来看呢,这个和美国的民众也是超过很多大多数都反对,用武力来解决朝鲜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半岛局势现在是趋缓趋稳。 不过张连归表示,朝鲜半岛的局势很难预测。 很难预测,因为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朝鲜在契合这方面是不是已经下定了决心。 如果他下定了决心了,决定契合。 那至于这个时间表了,步骤了,这个都是简单的。 这样的话呢,美国和朝鲜这个关系和结果之下就会迅速的盖关。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能看,做这个预测呀,现在条件还不太充足。 还看看下一步他们谈得怎么样。